日本園在今天 再去調開等委會關於 十三號的報告 七月四號 要調開飲食會 也會來處理 口氣營 鑽燦營 人數統一團結案 還有這個方法 雄方 服務 模擬協議跟組織庫調查案 接著民進黨團提案 要來修改投票的年紀到十八 會的修改憲法這個案件 以及謠車 行政議員工期發告 飲食會 接著合計 主題政策 政行 專案報告這些提案 都讓國民黨團以人所優勢不通過 所以民主進步黨希望能夠修改憲法 我們來把公民權從二十歲調降到十八歲 我們現在有很多重大民生法案要審查 已經都非常趕了 那你要把修憲議題給納入 那我看這個在時間上是有困難 另外占對合部協議以下兩方 都調查案 馬總統把支持 希望飲食會 可以拿出一些新疾 不過因為條約共識無關 加上外界的反對力了 民進黨團想想 以後國民黨團要在飲食會通過 一定會補法激烈的衝突 民主政治需要這樣子嗎 因為這樣子你去阻擾很多重大民生法案的通過 那民進黨你能夠對民眾交代嗎 在學上看看 看真的來發揮 國民黨團表示 飲食會吊起三禮拜 主要是他身材科跟民主 統一看案為主 加上租金庫的條例草案跟民生法案 包括有數法跟老農經貼收法定頂 否則跟兩方感到條例草案 不可能在臨時會過關 另外民進黨團設定為合部主體的必案 提案要請行政議長將以法 跟臨時會做總案報告 不過在單位會表決臨時會議停的時 民進黨團的提案 都讓國民黨團後果 記者小春之心 台北報道